严鹏是一位80后古兵器修复师 近日他用1200块钢片自制了一套宋代盔甲 当地时间7月12日 记者在石家庄的一间工作室见到了严鹏 见到记者来访 严鹏顶盔挂甲手持大刀摆起了pose 就是喜欢漂亮好看 然后摆在工作室里边非常有气派 是吧有震撼力 第二个呢想通过组装这套甲咒呢 能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甲胄的边缀的一些知识 据严鹏介绍 他自制的这套盔甲重45斤 专业名称叫宋式扎甲 是他花了77天 用1200块钢片15块皮革制成的 这套盔甲不仅刀枪不入 还能防御各种盾气的攻击 为了验证盔甲的防御性能 记者让一位同伴穿上盔甲进行了体验 他穿起来感觉很灵活 有一定的负重感 但是他可以跑可以跳 刚才棍子打我 我没有想到有那么粗 但是他有一个打击感 这位震荡感 但是没有任何痛感 据了解 严鹏的父亲严民是一位古兵器修复专家 受父亲的影响 严鹏从小就非常喜欢刀枪剑技 2015年 严鹏辞去了在电视台的工作 专心跟随父亲学习古刀剑的修复技术 目前 这项技艺已经被评为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严鹏也成为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我对原来的工作没有这种特别大的激性了 第二点呢 就是我觉得我父亲搞这么多年这个非常不容易 我应该把他传承下来 非常感谢我妻子 然后他呢 给了我很多帮助 而且给了我很多鼓励 要是没有他的帮助 我肯定是不能辞职 不能来干这个事的 严鹏告诉记者 古兵器修复是一项十分枯燥的工作 需要很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几年的古兵器修复经历 让他对宝剑锋从魔力出这句话 有了深刻的理解 严鹏说 每当看见一件秀气斑斑的古兵器 在自己的精心研磨下 在现昔日的锋芒时 他内心总是充满成就感 到我这一代呢 已经是第四代传人了 我下一步就想着 如何把这个古兵修复这项技艺 能发扬光大 能传承更好的传承下去 这是我的一个新的责任 谢谢大家